台北股市今天又是地洞山搖的一天 老師 高低震盪超過了200點 收盤是小漲的9點 來到了19937點 維持高檔震盪 台面上頭有944檔的股票下跌 也就是將近一半的股票都是收黑的 還有啊 我們跟大家分享的那個00940的成分股 辛普漢唐大連大 全部都是一律躺平跌停 老師你需要CPR嗎 他臉嗆出來 不是說好要講好話的嗎 哈姆立克 好就連我們的框框聯發科都疊了半根 老師你居然還有心情吃的下肉喝的下湯 這到底應該怎麼辦 我告訴你 我不只吃的下肉喝的下湯 我還要方便發清楚 哎呦我的湯有沒有怎樣 你這樣是人的行為嗎老師 因為我們的金之玉業 台積電繼續收高再創新高 我們波段已經賺了30%了 我們的玉業 刺新今天還不是漲停 當然我今天喝的是什麼 佛跳牆 佛跳牆 我今天喝著佛跳牆 不是隨隨便便拿出來吃東西 你覺得我是這樣子 隨隨便便就是看你在講 然後我在吃嗎 不是 哈哈哈哈 好啦 那佛跳牆都是你的意義 我今天要教大家 你要如何用佛跳牆判斷出 哇竟然有股票的賣點耶 還有至於現在最熱的00940 還有00940相關的成分股 現在到底該怎麼操作 排面上還有什麼高值利率的股票 值得你留意 千萬不要做過今天的節目 無論是好股還是快股 找到好的買點 歐式標準 我是何姬鼎 超過20年的投資經驗 專門研究轉折買賣點 從投資分析 選股 到操盤策略 幫你培養 財經 軟實力 掌握贏家思維 投資要獲利 記得 訂閱 分享 並加我的LINE AT 歡迎收看今天的頂級操盤手 我是主持人德瑜 旁邊是那個吃肉喝湯的何姬鼎老師 姬鼎老師好 大家好我是姬鼎老師 老師啊 我們說4月份的廉價還沒有到 對不對 之前就要過清明 感覺上有一點那種 台股好像要過清明節嗎 有一點那種蕭澀的感覺 台北股市呢 今天又是一個大怒神 上下震盪超過了200點 中場雖然是收小紅啦 漲了9點 就9點 對但是你知道嗎 994家的股票是下跌 也就是說將近一半的個股是收黑的 而且啊 有人在問的老師 以前是拉基拉基拉基對不對 拉基盤現在變成吸金盤嗎 哎高股息殖利率的那些個股 尤其是金融股 金融股 今天金融股很多是飆漲停 好但是呢 同樣是高股息高配息的00940 哎怎麼 辛普啦漢堂啦 大連大啦 直接給他躺平 就連我們的框框發歌 這就跟這個 我今天吃這個佛跳牆真的有關係啦 老師 疊得這麼重疊得這麼多 為什麼要吃佛跳牆 難道是要 等一跳我在跟他躺平 佛跳牆嗎 佛跳牆喔下次拿佛跳牆來 哎明明會不會漲啊不行喔 金管會有規定好像不行用那樣子 怪力亂神 怪力亂神不行 我們要理性分析 好我們來理性分析一下 我們先看大盤好了 是 今天大盤漲了9點 9點 你看一下盤是其實沒什麼跌 但是我覺得他心裡一定覺得 哇七上八下很多股票都在跌 因為很多人手上的股票是跌的 對不對900多家耶 那你會發現哇為什麼會這樣 明明股市還漲的不錯 為什麼會這樣 其實最主要 我們先看整體的盤勢的話 等一下跟大家講盤面的變化 先看一下盤勢 盤勢的話我認為還是多頭 大家先不用擔心 因為老師講的那個缺口還OK 守住的 第一個你看一下我們 為什麼把這條線花那麼長 因為1萬9千點突破之後 現在有碰到嗎 接近1萬9千點了嗎 沒有現在是比較接近2萬 還是比較接近1萬9 比較接近2萬 對那就代表說他還是高檔震盪 既然是高檔震盪 他還是多頭 只是多頭你要注意盤面上的變化 那如果你還不相信的話 我們說投資股票 你不要只看技術面 我們幫大家看一下國際股市 國際股市的話你看倒窮指數喔 我是不是有教過大家 KD低 股價沒跌破前低 來倒窮指數已經KD超級低了 沒錯 而且也出現黃金交叉了 這個KD的低點 有沒有比前波低點來的更低呢 沒有是更高 現在大概是3萬8千多少點 3萬8 3萬9了 之前的低點是3萬8 也就是底部有沒有 逐漸向上墊高 趨勢還是向上了 那我們再看一下 你不要只看倒窮 我們看到現在最新現在是下午 下午那個 歐洲股市開盤了 你看一下歐股 法國有沒有再創新高 1 2 3 4 5 6 7 7跟紅K 年七紅再創新高對不對 對 德國股市對不對 雖然說你現在看好像有點小黑 但是他今天還是創新高的 還是在高檔震盪啦 基本上這樣應該算 對也就是說 我告訴大家 這一波的多頭是全球性的 台股的多頭絕對還沒有走完 而且我們可以看到 因為這波多頭是全球性的 所以外資最近也持續的買潮 我們可以看到 那個美元兌換新台幣 新台幣向下升值的趨勢 還是沒有變 所以我認為 外資會持續的買潮 那外資持續買潮 就是現在的重點了 外資是大人還是小人 大人啊 外資大人要買大股還是小股 買大股 所以最近你有沒有發現 都是大股在漲 大股在漲 對你看最近大家很意外 尤其是前幾天大家最意外就是 鴻海 海公公 鴻海都飆起來 鴻海飆起來 你覺得他飆起來就馬上跌 你覺得很害怕 結果他現在 今天也是維持高檔而已 對 對再看到我們的金資 金資台積電 台積電你算覺得好像在高檔正當 但是你會發現 他收盤價是在收過了近期的新高 收新高了 我們整個波段的話 我們那時候請大家進場是585 我那時候期貨 建議大家在1月進場的時候是627 這7月快要結算了 期貨要結算 下禮拜結算 下禮拜三結算 下禮拜三結算的話 你看一下我們現在放到現在 就獲利了185% 我看這一筆單子啊 其實他是從150幾% 160幾%到現在已經185%囉 你看為什麼我抱著不放 因為你抱著 你才有機會擋住那個震盪 對不對 你抱著如果假設你在高檔出了 他震盪的時候 你怎麼知道什麼時候會再買回來 而且重點是你有沒有發現 我們買的低啊 對啊 有沒有 提前佈局 相對的低一點 所以重點就是要提前佈局 對 好 再來看一下 我剛剛講的旁邊上 今天漲的不是大股票嗎 四星漲停 我們的育業 對 四星漲停 雖然說這一陣子下跌跌很多 我等一下再跟大家講 為什麼他會跌 好 再來今天台氣 台氣銀 哇 連銀行股都會漲停 你有沒有想過 銀行股最近都會漲停 而且沒有人想過台氣銀會飆漲停 它是 銀行股本來就比較穩 然後台氣銀又是銀行股當中的大牛 對 所以現在流行牛飛天 牛飛天 對不對 好 那你看喔 不要說像台氣銀 今天好像那個銀行股啊 國票金好像也漲8% 國票金盤中充漲停 收盤漲8% 收盤漲8% 好 那我就跟大家分享 你看國票金在這邊 國票金收盤漲8% 好 現在盤面上重點就在那 我剛講過了 外資持續的進場在買股票 他們會挑選的不是小股票 他們都專買大股票 所以這批資金呢 外資這批資金一直會進來 一直會進來 他們是去買大股票 不是去買中小型股票 那至於中小型股票 為什麼最近哇 表現得很不好 前幾天 只有一個類股族群 中在漲 什麼族群 散熱嗎 散熱有在漲 還有另外一個就是00940的成分股 除了這個成分股之外 我告訴大家其他全趴 但是今天他們也趴了 對 他們很合群 對 那也就是說你看 現在整個盤面 我先跟大家講 整個盤面的狀況 剛剛講了 外資持續的在買這些大股票 那本來投信 都知道你這00940非常的熱 你知道為什麼我今天吃佛跳牆 為什麼 因為我 我昨天有講 那個00940熱到什麼狀況 第一個 很多人說要借錢買 很多人說解訂存 解訂存 然後借錢 抵押房屋 那個現在券商啊 我們昨天有跟大家分享 你看這券商 這真的在排隊 這些都是在申購00940 而且老師你知道嗎 圓大喔 圓大他已經非常罕見的他發聲明了 他說 我不確定你能不能夠買的到 能不能夠申購的到 因為有些人是 為了買00940去開戶 但是因為太熱了 所以他來不及消化 那明天就截止了 對明天最後一點 對 所以他來不及在明天之前 幫你開好戶讓你買 所以他說 對不起 我不確定你能夠申購的到 你看多熱 而且熱的到 而且你知道 以前我們在券商的時候 都是IPO IPO 這個叫做IPO 就是新上市的ETF或基金 還沒有成立的喔 他現在叫做募資 我們稱他叫做IPO 叫做首次上市 對 那首次上市的話 過去大家都不太願意買 因為你想想看 你現在去買了以後 怕破發 怕破發是不是 破發是什麼意思 就是他現在是10塊錢 他的發行價是10塊錢 大家現在都說會不會他 4月1號上市的時候 破發就是跌破他的發行價 這是蠻有機率的 為什麼我剛剛講了 因為你這些ETF我們去買 他資金到位之後 他才要進場 也就是說你看到這些成分股市 他先公開了 那他公開之後很多內資法人 就開始去買這些股票 我就長起來 我就是看你會賣得很好 然後等你資金募集完之後 下禮拜 因為現在這禮拜是星期一到星期五 都在募資都在申購 這些資金到位 下禮拜確認 這些資金就要幹嘛 進場買 進場買股票 也就是說 現在有人在買00940的成分股 但不是00940本身 他要到這個禮拜 生目完成之後 下禮拜才能要進場買 他買到月底 買到4月1號 對4月1號上市要確認買完 他必須要建倉完成 對在4月1號就是漁人節 我覺得他的 我其實有一點 為什麼他要在4月1號上市 漁人節要小心一點 漁人節之前為什麼要小心 因為真的是太多人認夠了 那我剛剛為什麼講佛跳獎 為什麼 因為連佛都動繁星 真的嗎 比丘尼出家人 我沒有說出家人不能買這些 我就說 現在這是一個全民運動 那股票如果到這個階段的話 其實在我們學投資人來講 我會有點擔心 因為我們在股市 其實一直被告誡一句話 擦鞋童理論 當大家都知道的利多 就不叫利多 而且擦鞋童理論就是 當所有人都想買的時候 當擦鞋童跟你擦皮鞋童 在跟你講說那個00940 什麼的時候 成分股很飆哦 不要買了 對 那所以我剛剛講了 外資買大股票 那支就看準你00940 他就去買那00940的成分股 甚至他不計一切代價 什麼叫做不計一切代價 你知道嗎 我本來手上有創意 我本來手上有資源 我抱的好好的 他賣A 買B 對 我就趕快把它賣掉 我把它賣掉 我就是看好 你00940會募的很好 還有00939你會募的很好 未來有2000到3000億之間的資金 要進場買這些股票 那我就趕快先進場去卡位 等你來幫我抬教啊 那就是你現在聽到的所謂吃豆腐 對 所以 哪一個人不知道00940 00939要買什麼啊 你隨便上網搜尋一下 你都查到資料 你知我知連對面的獨眼龍都知道了 更何況 哦真的是老梗老師 就像你上次的那個唱歌 有沒有 你看不到我 你那個猜歌有沒有 你知道我們有一個粉絲多可愛嗎 他在我們的那個YT底下留言 他說 泼水的那個 你要不要泼水一下 不是老師 你要泼水嗎 不是 還是騎機車 他說千禧年出生的粉絲 其實不太知道這首歌 我聽說這首歌是你編的嘛 不是 哈哈哈哈 你為什麼跟他講說要 我不知道 為什麼這樣 太古虎 是我想像 好啦 這他都知道 拆過了 欸 我們這真的有送東西啦 郭富城 對啊 郭富城 對啊 那首歌 我不知道 為什麼這樣 要被泼水啊 對不泼水 好 我們這10個人 這10個可愛的猜中的人 我相信你應該都是千禧年之後 然後而且你很認真看了 以前的歌 才知道這首歌的歌名 欸其實你把歌詞打起來 然後上網去查有那個歌詞庫 其實就會知道了 喔好 可是我有亂編耶 我不知道有沒有 對對 好這些就是好朋友 那恭喜你 送獎了 我們會送什麼神秘禮物 你要注意一下 如果說我名單已經公布出來了 如果說我們沒有聯絡 你記得 我們會送你什麼 麥當勞的 蛋捲冰淇淋 欸很棒欸 蛋捲冰淇淋很好吃欸 因為我用那個LINE去送比較方便 因為我常常在想說 我們要大家有一個互動的話 要送什麼東西 我要買個巧克力送大家要寄過去 有點麻煩 萬一被壓扁啦 融化啦 其實就不好 對我也不知道怎麼寄 還要寄你的柱子 你又怕我怎麼寄什麼奇怪的東西 有些人會覺得要柱子 你就覺得很擔心很害怕 對啦 我在想很久 我就想說哇 那LINE可以直接就是送大家一點小東西 然後我們可以就是有一些互動 這樣子的話 我們不要有趣一點點啦 好所以今天我們再猜一首歌好了 猜一首歌嗎 什麼 喔這首歌我來 你來是不是 我來 百人的寺廟是空間果爆音 運的寺廟 蛤 打情 夠了 夠了為什麼我今天想要這首歌 為什麼 因為好像只有台氣電在漲 我們的金之玉業 好 只有台氣電 百人的哪補於主義 我覺得這大家都猜得到 沒什麼好猜的 喔 我這件再猜一首 我們送City咖啡好不好 - 等一下,所以剛剛這首不算? - 不算 - 因為這太好猜了嘛! - 你看我破壞形象,老師 - 這太好猜了,有人猜不到嗎? - 猜不到的下面留言 - 好,那你說... - 猜不到下面留言,德宇請你... - 好,算了,不要啦 - 好,那現在我們要請City Coffee - 我們請City Coffee - 喔,這首歌喔 - City Coffee - 為什麼? - 這首歌怎麼唱啊? - 這首歌我不會 - 股票這東西沒道理的 - 搞得繼續漲,抵得不會漲 - 故事人選的,你害怕什麼 - 打不了,跟上我 - 懂了吧? - 我知道了,這首歌,歌手是男的 - 港星,欸,港星嗎? - 它是港星,但是他卻... - 娶了一個... - 台灣人,高雄 - 他的老婆是台灣人 - 而且是高雄的 - 然後他生了兩個小孩 - 聽說書 - 兩個都是兒子 - 哇,好會生喔 - 然後他大兒子有上過大陸的實境節目 - 好了 - 現在在讀那個外語學校 - 好了,夠了 - 我想說City Coffee可以少送幾杯 - 你不要再講了 - 是吧 - 可是老師我一直聽到 - 你唱最後三個字 - 跟上我... - 我才想出來欸 - 我已經提示夠明顯了 - 你還要一直講一直講 - 我們這是真的喔 - 猜這首歌的歌名 - 對 - 然後呢 - 你用LINE好不好 - 你先加LINE - 小老鼠GD1788 - 小老鼠GD1788 - 加入之後呢 - 把這首歌名 - 打給私訊老師 - 不要在下面留言 - 下面留言大家都知道了吧 - 不是在YT留言喔 - 你要知道 - 越少人知道 - 你喝到咖啡的機率就越高 - 所以請加LINE - 小老鼠GD1788 - 小老鼠GD1788 - 然後把歌名私訊給我們GD老師 - 那麼答對的朋友 - 我們就送你 - 用LINE - 用LINE好不好 - 禮物的功能送給你 - 小老鼠GD1788 - 先加起來私訊歌名喔 - 好不好 - 好 那我們繼續來看一下 - 今天的這個盤面變化 - 那完了對不對 - 我要跟大家講 - 就是說這個是真的要送 - 不然大家以為我們在開玩笑 - 我們是真的啦 - 認真一點 - 好不好 - 我們還是回到我們剛剛講的 - 現在整個盤面 - 我剛剛講的很清楚 - 也分析的很清楚 - 對 - 為什麼 - 你會發現前幾天 - 都是00940年的成分股在漲 - 其他股票都在殺 - 那今天為什麼 - 連00940的成分股都在殺 - 為什麼 - 因為像我們這些 學過插鞋頭 - 看過很多投資書的人 - 都會擔心這就是一個 - 過熱的現象 - 全都是泡沫 - 了解意思嗎 - 所以其實在股市 - 全民運動反而是不好 - 他們會擔心說會有泡沫發生 - 好所以這些投信 - 這些內資買的成分股 - 他們會擔心說未來會泡沫 - 所以現在趁高檔 - 先賣 - 先獲利了結 - 那你獲利了結之後 - 那股價殺下來 - 讓其他人也開始擔心 - 害怕 - 就造成那種連鎖運動 - 因為現在已經是3月 - 開始要進入底 - 3月底了 - 所以投信會有那個成績單 - 所以他現在高賣的話 - 其實對他的成績是有幫助 - 對 我還等到4月1號余人切 - 我自己都被愚弄 - 我的業績沒達到 - 我績效做不好都被愚弄了 - 他搞不好要走路喔 - 搞不好換人 - 真的喔 - 對 - 好所以今天就是這樣的狀況 - 年齡940年的成分股 - 也跟著就全跌了 - 所以你看他旁邊 - 今天大盤漲9點 - 中小型內股跌了什麼 - 900多家 944家 - 只剩下大型的全值股 - 再撐盤 - 所以今天才會漲9點 - 如果這些大型的全值股都不撐盤 - 今天其實剛剛你講的 - 一度是跌了1-200點對不對 - 上下震盪超過200點 - 最後都是靠著我們的金資 - 育業 - 拉起來還有金融股 - 沒錯 - 所以現在挑選的股票 - 你就非常確認 - 第一個你要選大型的 - 第二個你要選什麼 - 我認為你要選高值利率 - 為什麼 - 我們來看一下 - 這次00940真的太熱銷了 - 那你看我們剛剛講的 - 今天大連大跌停 - 漢堂跌停 - 連發科也跌5% - 都是今天太過於恐慌所影響的 - 但如果你提前進場的話 - 其實我們分享這00940跟00939的成分股 - 我們的六精英 - 不是這星期跟大家分享的 - 我們是上星期就跟大家分享的 - 所以如果你是上星期提早進場 - 我說了嘛 - 投資股票一定要領先市場提前不均 - 你要等到大家都一波瘋 - 你看到大家都在喝佛跳牆的時候有沒有 - 懂了吧 - 因為我覺得 - 就是出價人買 - 買一些投資的東西也是沒有關係的 - 我們又要特別講什麼 - 我只是意思說 - 當你看到大家每一個人 - 大家都在買的時候 - 你就要要生理 - 你生理的話 - 那你看你就可以上禮拜買 - 今天都有一個波段可以賺 - 我這樣講沒有錯把意 - 以我們講的我們開牌的聯發科神機 - 聯發科你早知道我們早就底部進場 - 不到1000塊就進場了 - 而且光是一檔聯發科上千金 - 那一波我們就創造了六位 - 六位百萬贏家 - 再來我們看到神機 - 神機還有星普 - 神機跟星普今天表現也不錯 - 我們先看星普 - 星普我們在3月7號 - 即使你3月7號 - 當天你買在最高點 - 多少錢 - 475 - 你買在最高點475 - 今天跌停是多少錢 - 看一下 - 501 - 還是賺錢 - 對不對 - 好 - 所以這就告訴我們一件事情 - 你一定要買在相對的低點 - 你不要等到大家一臥蜂的時候 - 再去追高 - 對 - 又或者是神機 - 我們早就公佈了被遺忘的AI - 好 我們到上禮拜再講 - 你上禮拜這個收黑 - 我也照樣敢跟你分享 - 你那時候進場買是多少錢 - 124 - 今天開高走低 - 還是多少錢 - 132 - 還是賺 - 還是賺 - 再來 - 你剛剛講了 - 成分股還有另外一檔叫做 - 漢堂 - 漢堂 - 漢堂也是我們上次介紹的 - 上上禮拜了 - 忘了 - 反正我們那時候跟大家講 - 台積電供應鏈就是熊本場 - 應該是三月初了吧 - 熊本場是三月初的 - 還是二月底 - 對不對 - 三月第一天吧 - 三月初 - 跟大家介紹 - 你看那時候漢堂 - 那時候漢堂才200多塊 - 今天跌停又怎麼樣 - 三七八 - 還是大賺 - 還是大賺 - 還是大賺38% - 很多人 - 就求賺38% - 我今天跌停 - 還是照樣38% - 這樣子你就知道 - 投資股票你要怎樣才能抗得住 - 高檔震盪 - 就是要領先市場提前布局 - 因為你不管怎樣你抱勞 - 我問你啊 - 抱勞賺錢不要痛苦 - 還是抱勞賠錢不要痛 - 當然是抱勞賺錢啊 - 我抱勞就算賠錢 - 欸對不起我抱勞 - 我賺錢我抱勞 - 我就算出掉 - 我隨時可以出場啊 - 對 - 我就是看我肌膜而已嘛 - 我想出就出啊 - 很多人會跟你講說 - 長起來你高檔 - 正當你要撐住 - 然後就漲上去 - 這都是很多都是事後話 - 你看如果你有一筆賺錢 - 對不對 - 你踢低檔買進的高檔震盪 - 你是賺錢的 - 你當然有辦法堅持下去 - 但是呢反過來哦 - 很多人的狀況是怎麼樣 - 我看過大部分人都是怎樣 - 就是 - 買進之後一下漲一下跌 - 一下跌一下漲一下跌 - 然後你就會怎樣 - 一下賺錢一下賠錢 - 一下賺錢一下賠錢 - 到最後你受不了的時候啊 - 你就想說 - 賣 - 我乾脆啊 - 一下賺錢一下賠錢 - 那我乾脆趁有賺錢的時候 - 我先把他賣掉 - 但你會發現從你賣掉開始 - 你的眼睛背叛了你的心 - 他就噴出去了 - 對 - 很多故事都是這樣演的 - 最近才剛開完演唱會啊 - 鄭中基啊 - 對不對 - 鄭中基 - 最近才剛開完演唱會 - 對我沒有去看 - 買不到票啦 - 買不到票啊 - 對啊你不要看現在演唱會都超的 - 老師但是買不到票就算了 - 我不想買不到下一檔會漲的股票 - 對啊 - 你能不能想想辦法 - 除了喝佛跳牆之外好不好 - 你想到我都胃痛 - 不是你看啦 - 準備個燒餅 - 我覺得不錯有燒餅 - 叫我只能吃芝麻 - 好不好 - 準備一個GOLDIVA的巧克力 - 我覺得說一片 - 柑橘口味我好喜歡 - 只能吃一半的一半的一半 - 好不好 - 那今天佛跳牆 - 大家也看到了只有一碗 - 這些我都算了老師 - 但是你一定要教教我們 - 怎麼樣可以買得到下一檔會漲的地方 - 我剛剛要跟大家分享的重點就是 - 當你看到每一個人 - 都在買00940的成分股 - 還有00940的時候 - 我認為你就要小心了 - 其實 - 好那既然要小心的話 - 我們還是要想像未來的方向 - 我一直跟大家講想方向很重要 - 因為老師根據你的講法 - 就是說現在台股多頭的趨勢沒有變 - 也就是我們可以繼續賺 - 怎麼賺 - 所以你要想看我剛剛講了 - 大股票在漲 - 那其他股票在向下跌 - 那向下跌 - 雖然說你看到覺得很可怕 - 但是如果你手上有資金 - 你會做股票 - 你看到的反而是機會 - 機會 - 你要機會撐逢低 - 趁跌下來的時候 - 大家都不要這些股票 - 你逢低進場 - 別人恐懼 - 我貪婪 - 你那個時候 - 你現在進場去貪婪 - 下一個白玩家不就是你了嗎 - 對 - 對不對 - 那你要怎麼選 - 我要看誰 - 我認為可以選高值利率的股票 - 或者是大型股 - 高值利率或者是大型股 - 我們先講大型股 - 大型股因為外資 - 現在外資他要跑來台灣買股票 - 他希望好盡好住 - 對 - 因為他資歷金量非常龐大 - 他不希望他一出就變成跌停板 - 那種股票 - 所以你一定要購大隻的股票 - 未納量才夠 - 對 就比如說像 - 我們剛剛講了 - 台積電是繼續漲的 - 是 - 那既然台積電繼續漲的話 - 像台契銀這些都在漲 - 所以這些都是比較大的股票 - 那個未納量比較夠的股票 - 所以我們自己一直跟大家講 - 這一檔便宜飛牛股 - 它也是一個全值股 - 因為全值股的話 - 我認為全值股波動比較小 - 是 - 所以它漲起來的話也會非常快 - 我說的波動是下跌的機率比較小 - 而且這檔股票的殖利率也是非常高 - 所以我們是用期貨去做進場 - 那期貨進場的話 - 它漲起來的話 - 就像我們的台積電一樣 - 很容易啊 - 一賺 - 就賺1805% - 對 - 這是我講的第一個 - 就是全值股的部分 - 第二個 - 我為什麼說高值利率的股票你知道嗎 - 是 - 欸這一次啊 - 我剛剛講的00940 - 00940 - 賣得非常好 - 那也就是說00940是什麼 - 是月配息 - 對 - 那很明顯啊 - 你得到點了 - 月配息 - 每一個人都知道 - 月配息現在市場是超買單 - 你從00929 - 到00939 - 到現在的00940 - 每一個人都喜歡 - 台灣人都喜歡 - 月配息的ETF - 也就是說每個月都收得到錢 - 對 - 好這時候你看到 - 假設你是國泰 - 你是國泰投信 - 你看到大家都發這些月配息的ETF - 哇 - 募得到那麼多資金 - 你會不會想發 - 會 - 而且聽說940之後 - 還有大概兩三檔都在排隊哦 - 月配息的要跟著 - 那也就是說未來會有越來越多的投信公司 - 發行月配息的ETF - 那再加上本身已經發行月配型ETF - 因為它規模持續變大的話 - 在五六月份 - 都會有調整 - 他們的成分股 - 現在你看到他們的成分股 - 有很多已經漲很高了 - 那可能已經不是高值利率的股票了哦 - 好 所以你現在要挑的是什麼 - 現在真正高值利率的股票 - 我今天就幫大家挑了五檔 - 就是高值利率的股票 - 哦 五棟陶 - 高值利率五棟陶 - 是真的高值利率 - 取得好 這名字取得好 - 高值利率五棟陶 - 為什麼五棟陶 - 來 我們這個表格其實真的很重要 - 你看我真的花很多心思啊 - 昨天晚上做到12點 - 還沒回家 - 難怪我覺得你黑眼圈變多了 - 專補的不夠多 - 難怪今天要吃佛跳牆補一下 - 好 我們看到比如說 - 低檔聯電的部分 - 是 我要告訴大家 - 很多人看高值利率啊 - 他們都用錯方法了 - 他們是直接用去年 - 或者是前年配發的股力 - 去計算值利率 - 這是錯的哦 - 為什麼你知道嗎 - 因為比如說像陽明 - 比如說像萬海 - 他過去配很多 - 你覺得他今年會配得多嗎 - 不可能啊 - 因為他就是沒有賺錢 - 甚至是賠錢 - 你覺得有辦法賺很多嗎 - 不可能 - 不可能 - 對不起我剛剛應該說 - 有辦法配很多嗎 - 沒辦法 - 所以你要看配息的話 - 你不只要看過去 - 你要看現在他到底有沒有賺錢 - 他賺錢的那個 - 就是金額有沒有跟去年差不多 - 如果他賺錢的金額 - 越賺越多 - 越賺越多是更好 - 就代表說他是配更多 - 你好歹好歹要賺差不多吧 - 要持平嗎 - 至少要持平 - 如果你是大幅度的衰退 - 我今年賺很多 - 我就發很多 - 結果呢 - 我明年開始一直衰退 - 一直衰退 - 你覺得他有機會再配那麼多嗎 - 就沒有辦法啊 - 對不對 - 所以你看一下聯電的部分 我特別跟大家講 2月份的營收年增率還是3% 這代表什麼 持平 持平他獲利的狀況是差不多的 也就是他獲利狀況差不多 你可以很 很清楚的預期說 他今年都差不多就這樣 那他獲利的部分跟去年不會差太多 那不會差太多的話殖利率 就一樣啊 那本益比這麼低 本益比只有10.37倍 殖利率5.94% 你說還不值得你留意嗎 比低 殖利率高 這檔不錯 對 那你再看一下他的基本 那個技術面的部分 哇他跳空向上的時候 是不是一直在51到53之間 徘徊 所以那個缺口他一直 51塊的缺口 他完全沒有跌回來過 今天很多股票在跌 他就開地下又收高了啊 對不對 很多人都說 阿聯電沒有用啦 要買什麼台積電啊 他不是先進製成 成熟製成的美炭金 好就讓他不賺錢 他不賺錢沒有關係 應該說不是他說 我應該說 他未來沒有成長性 但他只要維持他的獲利能力 就好啦 他就可以照樣給你 我們是要收他的席嘛 對 我們要收他的席 也就是說他如果 今年或是未來的一個獲利 其實都一直維持在 一個高檔的水準 比如說他每年都賺10塊 嗯 他每年都賺10塊 他今年你看營收 他還是維持在3%5% 他就代表說他今年就是會賺10塊 所以他配息是穩定的 他配息就會非常穩定 那就值得大家留意 大家要注意喔 這是很重要的key point 再來 第二檔 我們跟大家直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金鼎 哦你開牌耶 兩檔耶 因為我們有舞蹈 舞動桃啊 舞動桃有五檔 但是我們現在已經送你兩檔囉 聯電跟金鼎 金鼎的話 跟我的名字好像有點像 合金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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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你改名叫合金鼎也不錯 不行 萬一他跌了我就不能叫合金鼎 好好好 他是半導體設備廠 而且 最近我們之前有教過 你記得我教你百萬人家特訓班 我說什麼 利空不停 子公司 哦連連帶關係的 子公司連帶關係 大公司底下的小金鼎 有對不對 金鼎他是什麼 紅海子公司 最近紅海是不是在飛天 紅海飛天的話 他子公司是有機會跟著一起飛 所以大牛往上飛 小牛也要跟著上天了 對 那你看一下 他的殖利率漂漂亮 4.79 你會覺得好像還ok 但是 現在其實坦白說 你要找到5%以上的 有點難 有點難 我覺得有點難 4.79算不錯 所以我好想知道那個8 8.9跟6.99是誰 我們這有遮住的有沒有 你眼睛還真利 我想要看那兩檔是誰 真的很高 我們第二檔是你看6.99的 哇 殖利率有6.99 不得了還有8.92的 8.92的殖利率 哇 8.92 如果他的本益比又差不多在15倍以下 你說這種股票是很容易成為 未來月配息ETF或高股息ETF的成分股 對 他就很有機會啊 好所以你看經典的部分 4.9還不錯 4.79% 殖利率還不錯 在5%附近 本益比也12倍而已啊 你看一下2月的營收就像我剛剛講 他持平嘛 就代表他獲利是穩定的 你不用擔心他衰退 那再看一下技術面的部分 技術面 非常漂亮喔 我們有教大家KDD嗎 現在他KD已經超級低 而且出現黃金交叉 他的股價最低點大概在哪裡 大概在250左右 那他前一波的低點是多少 大概240 對 240 250 有沒有越墊越高 那趨勢是不是就是向上 這叫做KDD的用法 又再教大家一次有沒有 KDD股價沒有跌破前低 那這次趨勢先就幫大家畫出來了嘛 那今天收盤價又收在近期的新高 那明天 創新高的機率就很高啊 那 當然啊 如果明天真的 一下長太多 我不建議大家進場去追啊 不要最高喔 你要買的話 不如就是跟我們一起買在什麼 KDD的點位嘛 那不是很漂亮嗎 對不對 好所以金鼎呢 也是跟大家公開分享 那另外三檔的部分 就是有殖利率8%的有6%的啊 那大家就是加入我們的LINE啦 就是小老鼠GD1788 然後回覆我們 那要輸入什麼呢 因為我們是高值利率5棟桃 所以幫我輸入555 好 所以呢現在你可以發現啊 整個盤面上頭最夯最熱的話題 已經成為是高值利率了 那麼這些高值利率的這個ETF 特別是月配息的部分呢 真的是非常的火熱 甚至呢這個森木階段呢 有一些這個券商都被迫停止 提早停止申購囉 有那個海星 因為他忙不過來 玉山 他們說忙不過來 因為他忙不過來 真的有那個 永鋒金過去的那個 以前我在永鋒金啊 有過去的同事跟我講 他覺得他最近好像不是在永鋒金上班 在哪裡 他好像在元大上班你知道嗎 因為每天都在處理那個 那個元大的那個00940 他好像已經不是永鋒人了 他是元大人耶 然後又沒有領元大的薪水 真的是蠻奇怪的啦 我們呼籲一下元大金的朋友 但是重點是喔 當這些大家都在一窩蜂的 這個去追的同時 有沒有即將成為未來要發行的這些 高值利率高配息的ETF的新成分股 或者是00939 00940 他們在調整成分股的時候 會把這些遺珠之汗給納入 那麼這些大家還沒有發覺的高值利率個股 就是你現在來逢低卡位領先布局的時候 那麼吉庭老師幫你選出來了 高值利率五棟桃這五檔個股喔 聯電金頂已經開給你看囉 本益比很低 值利率很漂亮 還有哪三檔居然有6.99 8.92的想不想知道呢 趕快加入吉庭老師的Light粉絲團 小老鼠GD1788 小老鼠GD1788 加入之後幫我輸入555 那麼就可以把這個高值利率五棟桃 這五檔個股給他帶回去 我們領先市場逢低布局率先卡位 那麼賺得輕鬆又賺得多 對沒錯我覺得投資股票還是要有進有出 比如說像你看我們這一波窗戶 我們買在1000塊以下 最低是855 我們賺了一個60% 然後前一陣子我們節目不是也公開 請大家提示貨利出青了 最近一直在往下跌 你看股票就是要有進有出 你看我們那時候870買進 855買進 有沒有前3月8號婦女節 送大家禮物 全數獲利了結賺60% 所以投資股票就要領先布局 你還在看什麼還有哪些股票可以值得留 比如說像華城 華城你還要去追我覺得 會相對比較危險一點 四店你看這代表說能源類股也是 盤面上另外一個值得大家留意的族群 所以我們今天能源類股也幫大家找了一檔 叫做你會紅這檔股票 我們也是就是進場當中 這檔股票也是值得大家留意的 那當然還有我們的便宜非牛股 這檔股票我都希望大家不要等到 我們開牌之後 然後又再懊悔 或者是你現在手上股票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辦 我告訴大家 現在股票下跌是給大家進場的機會 現在你逢低進場下一個百萬人家 可能就是你 因為你看 我們說選對股票分批中壓 現在就是分批中壓 就是逢低中壓的好機會 等到噴出你又可以暴牢 所以你看我們為什麼創造出這麼多 這麼多的百萬贏家 就是這樣造就是這樣創造出來的嘛 逢低布局中壓然後噴出 持續的暴牢然後一個一個賺百萬 對吧你看我們現在多到我都 你滑不完了 滑不完了 你會得扳機指 滑不完了 想到一句話了 我們說時事造英雄 但是現在有一點叫做震盪出百萬 你知道嗎 利用震盪的格局 利用震盪的盤勢 我們來分批布局 然後我們最後重壓 就可以噴出報勞開心獲利 你的信心基頂老師給你 你的股票基頂老師幫你 到底怎麼樣可以成為百萬贏家 甚至千萬贏家也歡迎你加入 吉頂老師的Lite 小老鼠GD1788 那麼進一步的了解 當然如果你想要跟上我們的 平衣飛牛啦 跟上我們的你會紅啦 或者是想要跟我們一起來 逢低布局我們的這個值利率 高值利率五棟桃 對不對 都可以跟我們聯絡 都可以加我們Lite 或直接跟我們聯絡 那最後 如果你還是覺得你的股票不太好 歡迎大家加入我盲烈 那今天的節目就到這邊 我們明天見 掰掰 投資要獲利 記得訂閱 分享並加我的Lite 請自負投資風險 請自負投資風險